嗨,今天是星期五,三號 今天早上起床,很匆忙,拆完架 聊聊天,急急忙忙 去到橫區再轉車,回來這裡是十點鐘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是十二點半鐘 今天有些風,但熱頭很猛 你看到,我現在面部被熱頭曬到半邊面 這邊是橫橫的 白雲 一早一晚醒來就有點冷 特別我喜歡拿水,睡覺時我不穿衣服 所以你穿了皮特,一早就有點緊 我一向不習慣穿衣服睡覺 是健康的,我看過網上說 或是拿水好一點 這已經不是說什麼秘密了 我有時候就是喜歡這樣 去鍛鍊一下筋 扯一些筋 早上我一般在家沒有吃早餐 就來這裡大概十點鐘 就吃飯 就是帶些飯回來 一天吃四五餐 就是小吃多餐 我不是很正餐吃的 我不是說十五時吃一輪 我不是說十五時吃一輪 我一肚子吃一肚子吃一肚子吃 吃到飽 吃到飽少少 我又不吃放下 所以說一天你起發我去吃午餐 這都是網上的專家說的 這個天呢 就曬下太陽也不錯 因為曬起來有點風 就等於是一些 好像一些 好像 冬天這樣的東西 出去曬下太陽 因為它始終就是 每天都有些涼涼地 涼涼地就是 涼涼地 所以曬下太陽 就舒服一點 還有一件事 廣州的朋友阿智 不知道現在你 聽不聽到 知道你二十七號來 洛杉磯的話 那些住房應該落實 你放心 今天早上 一個福建人的房東 就給我電話 我叫他 二十七號留定房間 我有一個廣州的朋友 要過來拿沙漠機 他在那裡住的 他說 嗯 可以了 那裡很近 丁皮子廣場 都不錯 那裡的位置 正適合那些沒有車 那些 適合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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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適合遠了 十幾米 過了一小時才到横區 覺得也很不方便 因為有時候 我休息的時候 想去 去横區 喝茶 都有一段路要塞車 特別早上 但現在我上班又是 那些時候 我又去横區 這段路 經常塞車 是十五公路 所以 住處都是要找地方住 但是始終是住在横 中心比較好的 各方面都方便很多 這個天亮暗了下來 因為暈了一遮太陽 熱頭就沒有了 今天應該是週五 明天是星期六、星期日 其實我現在上班 很多時候都認定明天要休息 以前一向來說 我都習慣了很多時間 雖然我現在在這裡做了半年 但我始終是回去睡覺 上網 有事再做 沒事再睡覺 看上網 但我都習慣了 上一早都喜歡去飲茶 喝完茶才慢慢去做 我又不幫你急 我又說我這個性格 因為我始終是覺得 銀子賺不完 今天要賺多少 今天要賺一百 明天要賺兩百 一千人 總是的人 不斷地對自己 其實來去都是 得個吉 最重要的事情 還有很多事情 就是要保持一種生活上 一種娛樂性 喝茶 聊聊天 都不做 不需要說 我有時有結定 都會想去送餐 如果是塞車的時間 我就不出去送 二十四個小時 反正要去送就送 要不送 自己做回自己的事情 生活上應該這樣才好 因為自己作主 而不是被牽液被割走 自己的生活 哪一種工作適合自己的 應該是自己去想 特別我不是很按部就班做事的人 不是很喜歡上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不太適合那種公式化的生活 我是比較隨意性的生活 隨意性的 什麼 我希望都有機會 我都說 這個洛杉磯住 我都會去洛杉磯 我都會去夏威夷那邊 做下賭文 類似海南島那些地方 我都會去洛杉磯住 換下環境 一個人就這樣說 調節一下自己的生活 每個人的人生觀不同 對生活的看法不同 每個人都沒有固定的生活方式 沒有固定自己需要去做 很隨意性 隨意而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你知道 我覺得活得快樂 最重要是這樣 人一世 一世 應該是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自己認為有些什麼 就過去這樣做就可以了 有些事情 就是這樣 哇 好了 這個天氣突然陰了下來 就有些風了 現在回去室內喝一口茶 這樣 開個鏡頭多心 開一個鏡頭多心 谢谢大家